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结束了 不过好天气还没有结束呢 星期一、二十六号 台湾各地还是多云道晴天气 不过未来一个星期 会有阶段的天气变化 星期三前高温炎热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星期四以后南方水气增加 提醒民众出门要记得防晒 还要补充水分 以往连假结束 好天气常常跟着结束 不过端午连假好天气持续发威 气象局表示 周一周二台湾各地仍为多云道晴天气 东半部留意午后雷震雨 到了周四南方水气增加 将有阶段天气变化 从二十六二七二八 大概都吹一个比较偏东南风的情形 不过到二十八号二十九号以后开始 整个环境场会开始改变 在花莲或是南部这边开始吹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吹南风上来 然后南方有一些水气 就会往上带上来 不过对我们花莲来说 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花莲来说就是 还是比较接近于说 午后一些热对流 然后产生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这个情形 所以前半周大概吹的比较偏东南风 热还是天气比较干燥一点点 然后到二十八号以后 整个吹南风起来的时候 南方水气上来 所以水气多的时候 午后可能对一些热对流更严重一点 就是午后降雨会比较多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紫外线达到十二的一个情形 然后后面大概都到九到十 大概都是危险期的一个情形 所以基本上中午的 近中午的时候 就真的不要在太阳底下做任何活动 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在户外活动 或是户外从事工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动作 然后就是可能 就是你要戴帽子 戴太阳眼镜 全身穿一些比较凉爽透气的衣服 周四到周日将转南风 南方水气北移 水气增加 流一五后雷震雨发生 气象局也针对几个县市包含花莲 发出高温黄色灯号警示 花东民众出门记得防晒补充水分 被拔闪就央野挡雨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